有什麼飲料比可樂還糟糕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這專家講的不是我講的 所以這個是New York Post整理出來的 大家好我是Paul周一到周英文起讀 所以標題是別問可樂了 什麼才是最不健康的飲料 所以這些專家就來去分析一下下 自己來講一下他的意見 所以你把你的意見講出來就Weigh in這個詞 You weigh in on something 所以標題就有東西可以學了 Weigh是重量 所以把你的字把你的話語想像是有重量一樣 把它放在這個題目上 讓大家去看看你的話語有多重 OK Weigh in on something 就是我們說的 來去分享一下你的想法 看看能不能影響別人的想法 所以這邊說了 It's not just soda 不是只有Soda一般理解為就含糖的那種碳酸飲料 叫Soda 所以不是單純的蘇打水而已 Nutritionists weigh in on the absolute worst drinks for your health 所以他們就來判斷了一下什麼是最最最糟糕的 OK 所以前面說了 在你把這些東西都喝飽之前 你要想想一下下 要不要真的把這些東西都喝下去 So before you load up your grocery cart or place an order at the coffee shop, restaurant or bar Beware of additives and sugar that may be lurking in your favorite drinks 所以裡面有幾個字可以說 這個load up當然可以就裝滿它 所以不只是裝滿你的這個 grocery cart 所以grocery cart就是你去買這些 明生日用品的時候推的那個車 所以這裡用cart 那我知道一般英式英文用的可能是trolley這個字 所以你用cart當然是沒問題 trolley也可以 在你把這個裝滿錢 或者甚至就是在餐廳咖啡廳咖啡廳咖 點你的飲料之前 So place an order at the coffee shop, restaurant or bar 所以place an order就是點一個什麼東西 所以動詞是place OK place an order of something 那這個我在國中學的英文我們講說 一顆薯條一顆什麼東西 也是用order當作動當作名詞當作量詞 像我們今時今日當然會說 Can I have a fries? Can I have a Coke? Can I have a hamburger? 但是以前我們會學的英文會是 Can I have an order of fries? OK 那說真的現在已經不會有人這樣講了 所以這是比較老派的英文這樣子 OK 好 可是還會講的是side order 這個詞還是會聽得到 就我們講的那個你主餐旁邊的配菜 例如說Costlaw或者是什麼 Potato Wedge或什麼這些的 side order這樣 所以有時候你可以說side of something Can I have a 12 ounce steak medium rare With the side of什麼什麼這樣子 So with the side of什麼什麼 就是我要點什麼配菜這樣 OK side of asparagus or whatever 好 Anyway 回來這裡 所以在點菜之前或什麼這些的 So place an order at the coffee shop restaurant or bar 你要小心一些這些天價物 So beware of additives 所以add這個字就加 把它變成一個名詞additive 複數的 就是天價物 那防腐忌或之類的 我們叫它 因為preserve這個詞就是把東西給保存好 所以preservative 一樣它多半習慣性的會用成複數的 preservatives 就是防腐忌 So additives preservatives 兩個詞都把它學起來 OK 所以小心一些additives以及sugar 那可能就會 它就會在這個 虧視在你最喜歡的飲料裡面 好這個lurk這個字就是 躲在暗處虧視你 或者鬼鬼祟祟的這樣子 OK 好 所以呢 就馬上往下看 第一個就是能量飲料 所以能量要比果 比可樂還糟糕 他說的是energy drinks and pre-workout drinks 所以有所謂的一個叫pre-workout drink OK 我想是不是包括creating或之類的那種東西 我也不知道 好 但總之它裡面有很多的這個caffeine 以及很多的那種刺激 刺激源 stimulants 所以caffeine這個詞 OK 就咖啡因 那stimulants就是反正就是可以引發你一些 運動表現比較好啊或之類的這樣 OK 所以都不是很好 它會造成你頭痛 headaches 可能會有噁心 nausea都有可能 OK 那裡面可能還包括了很多人造的一些 其實我們講說那種代糖 我們就叫它artificial sweetener OK 打出來給你看一下 artificial人造的 那 代糖其實就這麼說 那代糖你可能想說還是有sugar這個字在裡面 不會 因為代糖就不是sugar 所以它叫做artificial sweetener 這個詞 那這個sweetener 多半這個ton的部分就會被 那個發音上就會把它吃掉 所以它會變成一個單純的鼻音帶過去而已 所以你只要念成artificial sweetener就可以了 你不用念成sweetener 可是again你如果念成sweetener 一樣不會有人說不對 一定聽得懂 OK artificial sweetener 這聽起來是很OK的英文 要是你有被人家 挑出來說你這樣念不對的話 你來找我 我跟那個人辯論 真的OK 這樣的念法絕對沒有不對 artificial sweetener 很OK的 只是說美式的英文 那個artificial的t也會變成一個 很簡單的d音帶過去 所以變成artificial artificial sweetener sweetener artificial sweetener 這是比較美式的發音 but again artificial sweetener 絕對可以 你OK 聽得懂吧 你聽得懂我說的 你自己說的你也一定聽得懂 好 anyway 所以它說的是pre-workout and energy drinks also contain artificial sweeteners and flavors 以及有一些口味 那這個東西對健康都不太好 fine alright 好 第二個 sweetalcoholic cocktails 所以甜的 然後有含酒精的一些 雞尾酒 所以cocktail就雞尾酒 應該沒問題 好 那裡面含有什麼東西呢 它多半含有 當然有酒 alcohol沒問題 再來就是有那個果糖 OK 所以他們會說這個 基本上像毒藥一般的 這個甜的那種 能夠造成甜味的一些東西 我們叫它 有時候叫它 是不是這個縮寫 我也搞不清楚 我打得出來了 它叫做high fructose 然後加個corn syrup 所以高果糖玉米糖漿 我們好像會這樣子翻譯 所以這個fructose就是果糖 所以高果糖high fructose 那corn就是玉米 syrup就是糖漿 所以這個東西是 據了解是最糟糕的東西 我們人體基本上不太能代謝 所以它這裡說的就是 它說有一個 combination of alcohol and fructose syrup OK 那這些就會 那這個對你的liver 並不好 對你的肝不好 OK 因為那邊就液體是由肝來去process 那這個不可以 OK 所以裡面有太多的毒素或之類的 好 可以 那再來呢 傳統的 其實各種的soda都是不好的 OK 好 fine 所以他比較建議大家喝那種氣泡水之類的 那那個氣泡水呢 其實這邊就有兩個字可以說 一個叫sparkling water 沒問題 另外一個叫seltzer 好 我的理解是他們真的是差不多的東西 可是如果你要跟我變說 他們不一樣 那 suit yourself 但總之你就理解一下下 他們就是氣泡水的意思 OK 然後你就加一點點lime 然後lemon或者orange juice來提味就可以了 so adding a squeeze of 有時候我們叫做a dash of something 好 擠一點什麼東西 這個dash就是 他多半會是瓶磚的東西 撒個一點下去 叫a dash of something 那當然你把它想成是檸檬給他擠一點下去 也是OK的 a squeeze of lime lime是那個lime lemon就是lemon lime是綠色的 lemon是黃色的 lemon比較大顆 lime比較小顆 lime的皮比較薄 lemon的皮比較厚 這個是我對這兩個水果的理解 OK 你腦袋應該可以想像的出來吧 我們常會搞混 我們常會以為 綠色的是檸檬 可是不是 檸檬應該是黃色的 OK 那lime是綠色的 萊姆這樣子 是不是就叫lime 應該吧 好 所以這OK 這一點應該可以了 那再來還有什麼呢 就是我們理解的那種 冰茶 Ice Tea 那Ice Tea 其實多半以後就是糖 這樣子 OK 那所以說 他這裡有說了 but commercially 等一下我再看一下 所以這些Ice Tea會contain added sugar 不只有added sugar but also bottled or commercially prepared tea may have the same amount of sugar as soda 所以他的糖是一樣的這樣子 所以這個commercially prepared 就是 該怎麼翻譯我覺得很奇怪 所以總之就是在 反正你在那邊買得到的 就是店家買給你的 就叫做commercially prepared 大概這樣就可以理解了 好 而瓶裝的也就一樣了 瓶裝的的話 那就是一定是大腸排出來的 所以含糖量應該就差不多 so it's never good for you OK 好 然後呢 這邊還有一個 有些飲料 是用 這個 這個東西給他加下去的 OK 那這什麼東西呢 他如果用 Argave Nectar 我還真不知道這什麼 剛查了一下下 這個Argave是龍蛇藍鼠的 那Nectar是 那個 呃 呃 花蜜 好 花粉叫pollen 這個 這會是托弗雅斯字 OK 那Nectar是花蜜 花粉跟花蜜這樣子 那還有一個詞叫pollinate 就是我理解這個東西叫獸粉 好 就是那個昆蟲啦 或鳥啦 會幫花去把這個東西給播出去有沒有 好 這樣花才能夠去繁衍 這pollination pollinate OK 好 所以加過了這個龍蛇藍鼠的Nectar 的這一種飲料也是不行的 那 那這個東西就Argave Nectar 似乎他越來越受歡迎 因為可能會被大家理解 喔好像比較營養健康或之類的 可是其實他這裡說了 So Argave is pretty much high fructose corn syrup with a glorified label 這裡說 所以他其實就是跟高果糖玉米糖這樣一樣 只是有一個搞好像比較了不起的一個光環這樣子 with a glorified label 所以你看我剛打出來 high fructose corn syrup 這裡也有出現 這個詞真的已經是我生活中的詞 所以我在喝東西吃東西 我也會能躲這個就躲這個 所以我不太喝外面的手藥飲料 因為我知道手藥飲料都是加這個東西 要是你給我加真的糖 我都還覺得好一點點 可是 high fructose corn syrup真的不是好東西 至少這是我所看到的 好 那最後這邊講到 還有一個就是juice cocktail 所以反正就是一些果汁 然後還跟著一些加工品 然後或者一些添加物 然後把它弄成一個類似cocktail的東西 那其實都是不好的 總之加的糖就是不對啦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講了一大堆 說穿了就是只要甜的都不好 然後下一個就是呢 就一樣 artificially sweetened drinks 這剛剛已經說過了 所以就是你在人工調味上 把它加甜的的飲料 so this is not good 那最後一樣呢 就是frappuccino frappuccino怎麼翻譯啊 frappuccino我第一個印象想到 就是starbucks裡面的一個飲料 是不是把它翻成 算了我想不起來 那事實上在7-11也買得到 就是starbucks 似乎是starbucks唯一一個 把它弄成瓶裝 然後在7-11賣的 然後還賣的不便宜 那這玩意也就是frappuccino ok frappuccino 所以它的確是甜的咖啡 而且非常甜 ok 所以它這裡說 它直接說frappuccino 就是一個它稱它為 有sweet fats的一個飲料 什麼是sweet fats呢 所以它有兩樣東西 第一個 a combination of sugar from the syrup of course and flavor and saturated fats from the cream 所以這個frappuccino 除了有糖之外 還有奶油在上面 鮮奶油在上面 而那個是飽和脂肪 所以它就叫它sweet fats ok 那喝起來非常好喝 so while this combination of sugar and fat makes the drink taste deliciously creamy it leads to excess fat storage due to a rise in the hormone insulin 所以它造成反正總之 會讓你肥 這樣子 雖然說喝起來非常好喝 taste deliciously creamy 但是會造成 這個脂肪的腿積 囤積這樣子 ok 好 所以很糟糕 好 那最後一點 叫做frozen latte 所以拿鐵 可是卻frozen的 所以again 這裡也說了 may contain more sugar than a can of coke 所以它可能比一罐的可樂 還有更多的糖 那這樣是不ok的 好比說像什麼 caramel latte 這caramel就是那個焦糖的 所以是什麼焦糖馬七度 Y三角的 是不是其實就叫做 應該跟frozen latte還是不一樣 那總之它加一個frozen在前面 冰冬過喝幹嘛 好 這個後來就有點扯不太下去了 總之看了半天了 好像沒有一樣東西可以喝的 Shit 那怎麼辦呢 喝水囉 我也盡量多喝一點水 那我在 我花最多錢買了飲料 說穿的 就是牛奶而已 所以在我的冰箱 一定會盡量放有些奶 喝牛奶就好了 牛奶跟水 其他的少喝一點 我唯一的這一個 躲不掉 借不掉的東西就是巧克力 好 這個是我自己要檢討的地方 好啦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